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营养生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近几年,我过老年痴呆患者在不断地增长 得了老年痴呆的老人,意识和记忆会慢慢被剥夺 万年都会生活在迷茫和痛苦之中 因此,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们提前对老年痴呆进行预防很重要 其中,食补便是第一预防手段 冬吃萝卜,下吃浆 冬天到了,又是吃萝卜的好时节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白萝卜之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这种维生素对于人体的皮肤是非常有效的 秋冬季节经常使用白萝卜 不仅能够帮助皮肤补充足够的水分 同时还能够提供充足的养料 这样皮肤自然就变得白皙红润有光泽 另外,白萝卜之中有大量的纤维素以及水分 这对于一些消化不良的人群来说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能够有效地促进肠道的消化能力 增加蠕动的可能 帮助身体消化以及吸收食物 另外,白萝卜之中所含的水分也是非常多的 经常服用之后也能增加肠道的乳豆 从而有效地排出身体多余的废弃物以及毒素 吃萝卜可以降血脂、软化血管、稳定血压、预防灌心病 动漫硬化、胆结石等疾病 萝卜所含的热量较少 纤维素较多 之后容易产生饱腹感 这些都有助于减肥 白萝卜含有木质素、维生素C 食用之后有助于延缓衰老、滋润肌肤 提高人体抗病能力 对预防老年痴呆有一定的作用 萝卜切成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颗红枣 红枣是我们公认的营养食物 每天适量使用的红枣 可以起到滋补肝脏的作用 对于肝脏功能障碍的患者 每天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会有明显的效果 红枣还具有解毒的作用 长期使用不但肝功能越来越好 而且皮肤也会越来越光泽 我们都知道大枣具有补血的作用 只要在日常饮食或者茶中添加适量的红枣 就可以获得良好的营养 也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 大枣中的维生素P 具有维持毛细血管通透性 且改善微循环 从而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 还可以调节人体代谢 增强免疫力 抗炎 抗变态反应 降低血糖和胆固醇含量等作用 大枣有保护肝脏 增强体力的作用 大枣中的维生素C 能减轻化学药物对肝脏的损害 并且可以促进蛋白质合成 增加血清总蛋白害量 大枣中的维生素C 能使体内多余的胆固醇 转变为胆质酸 因此 结石形成的概率就会减少 大枣能提高人体免疫力 并可抑制癌细胞的增长 能促进白细胞的生成 降低血清蛋固醇 提高血清蛋白 保护肝脏 大枣中含有抑制癌细胞 甚至可使癌细胞 向正常细胞转化的物质 大枣洗干净之后 取核备用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么就伸出你的发财小手 帮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点赞 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感谢您 接着再准备一小把枸杞 枸杞在中一方面 有着重要的作用 枸杞含有丰富的枸杞多糖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E C 以及黄酮类等抗氧化物质 有降好的抗氧化作用 枸杞可以对抗自由基抗氧化 减轻自由基过氧化损伤 从而有助于延缓衰老 延长寿命 枸杞中含有的β胡萝卜素 可被人体转化为维生素A 而维生素A可以生成氏黄醇 这种物质对视力大有好处 有效防止黄斑病变 枸杞洗净后放一旁备用 接着准备20颗小米 小米含有多种人体 所必须的营养成分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生活当中 人们常用小米主舟食用 在古类食物当中 小米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B族含量 应该是最高的 膳食纤维在进食之后能够吸水 并且促进微酸的分泌 促进对食物的消化吸收 同时膳食纤维也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 减少食物在肠道的停留时间 促进粪便的排出 小米具有滋阴的功效 因此在我国的北方 有用小米粥加一点红糖 给产妇进行调养的传统 帮助产妇恢复体力 同时 小米粥也含有大量的氨基酸 能够预防流产 还具有很强的抗菌作用 对于女性的阴道炎症等疾病 具有一定的防治功效 小米粥含有大量的铁元素 是一种非常好的补铁食品 食用小米粥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为机体补充铁剂 促进机体血红蛋白的合成 同时也能够促进血液的生成 防止缺缺性贫血 小米粥含有大量的氨基酸 其中的三氨酸 具有调节睡眠的功效 而小米粥的三氨酸含量 是骨类的手味 使用小米粥 能使人安然入睡 保证睡眠的质量 小米粥含有多种营养元素 对于我们身体是非常好的 包括维生素B 以及色胺酸 骨胺酸 这些物质 对于人类的大脑来说 具有很好的滋补效果 平时老人 如果能常吃一些小米粥 补充足够的营养 大脑功能就不容易退化 能避免老年吹呆 小米清洗干净之后 放一旁备用 现在往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开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再把小米放进去 先煮上15分钟 15分钟之后 再把萝卜红枣放进去 继续煮上10分钟 时间到之后 再把枸杞放进去 枸杞不需要酒煮 放进去就可以关火了 小米含有的维生素B和酸胺酸 白萝卜含有木质素 维生素 这些物质都对大脑很有益处 可以帮助预防老年痴呆 坚持吃 还能降低血压 降低血脂 另外 其中的氨基酸 葫芦不素非常丰富 能够起到缓解眼干 眼色的目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啦